好 那么还有一位朋友他是通过这个短信语音留言给您的 您来帮他解决一下 您和我们来一听一听他有什么问题需要您解答的 好 哈喽 主持人好 我叫杰西卡 我的问题是我在大陆有人民币 朋友在这边工作 每月他把他证的态势都给我 我在大陆把人民币换给他 那我现在我没有工作 如果每月都有这个钱进账 那政府会认为我有工作呀 我需不需要报税呀 所以这是我担心的问题 好的 李浩快记事您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好的 麻烦您解答一下 好 那杰西卡 第一个就是要知道他到底是税务居民还非税务居民 那他假如是美国税务居民的话 那他就海外账户 因为他说他用中国的海外账户付给他 朋友钱 他的海外账户需要申报 还有这个他和他朋友这个借钱的关系 就是说等于说他朋友的美金借给他 然后他中国用人民币还 那这个借贷条呢 看金额是多少 有可能需要申报 那他假如说这个真的国税来看 到底怎么回事 那他按照他的说法 就是说他的美国的账户会增加 那中国账户以同样的金额减少 那这样就可以解释他这个钱不是收入 而是一个短期的借贷 假如说被查的话 那还有一个第二可能就是他不是美国税务居民 那不是美国税务居民的话 看在美国行民工作 他是看他Visa 那他需要去证明他在美国的衣食住行的费用 是怎么去持有的 就是假如说他和他朋友有这个借钱的关系 那还是跟他朋友签个借条 这样比较好 假如被查账的话 那当然他朋友 因为他朋友赚的是现金 那他朋友赚的现金 在他给他之前呢 需要这个现金还是需要去申报 甚至有可能是需要缴税的 好的好的